得獎的歌手馬上就要登台演唱 這一首李宗盛先生的創作 當年陳傑周先生的演唱 經過了林建輝 這位來自馬來西亞的歌手的傳承 在KKBOX做數位化的發行 現在也成為了年度最高點播率的數位單曲 一起來歡迎林建輝帶來這首 《聽見有人叫你寶貝》 歡迎他 我可以有一點尖叫聲音嗎 謝謝 謝謝 你問我為什麼不再給你安慰 在寒風中漫步又叫不回 好幾天不見面也無所謂 你問我為什麼把你的心退回 又把照片撕睡好不後悔 你問我為了什麼開始喝酒 而且會一直都喝醉 不要說我做得不對 不要說我做得不對 不要說你永遠不會 因為我在無意見聽見有人叫你寶貝 不要說這是個誤會 請不要在我面前流淚 請不要在我面前流淚 因為我明明聽見有人叫你寶貝 你讓他叫你寶貝 你問我為什麼不再給你安慰 在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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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給你安慰 在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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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為了什麼開始喝酒 而且每次都喝醉 而且每次都喝醉 明明聽見有人叫你寶貝 明明聽見有人叫你寶貝 你讓他叫你寶貝 你讓他叫你寶貝 不要說你永遠不會 不要說你永遠不會 因為我在無意見聽見有人叫你寶貝 不要說這是個誤會 請不要在我面前流淚 因為我明明聽見有人叫你寶貝 你讓他叫你寶貝 你讓他叫你寶貝 謝謝 謝謝林建輝 跟音樂交朋友就要跟KKBOX交朋友 今天的KKBOX數位音樂風雲棒 精采嗎 精采 我覺得很害怕也很害羞 因為離觀眾好近 如果我是有女主持人穿短裙的話 現在我們應該很尷尬對不對 你也不好意思抬頭 我也不好意思遮這樣子 我告訴我女兒的 好